不好了 光之国突然出现病毒入侵 很多奥特曼都被传染了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刚刚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发现很多奥特曼叔叔都被感染了 都变成了很奇怪的皮肤 还在那里做着一些很奇怪的动作 我喊他们都不理我 好像是神志不清了 看见我赛罗爸爸他们了吗 他们有没有被感染 我也不知道 我刚刚发现 镜子骑士和特利加叔叔他们都被感染了 其他的我还没来得及看 我就先赶回来通知你们了 不行 我担心赛罗爸爸他们 喂 我要出去看看 小赛罗快回来 怎么还是那么冲动呢 咱们怎么办 要跟着出去看看吗 不行 我们还是在这等等吧 希望小赛罗能保持理智不被感染 万一他也被感染了 只有我们能救他了 赛罗爸爸 你在哪啊 赛罗爸爸 你没事吧 你快出来 我好害怕啊 咦 是泽塔哥哥 泽塔哥哥你还好吗 能听到我说话吗 你知道我赛罗爸爸在哪吗 应该是被感染了 我不能太靠近他 谁 完了 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被感染的奥特曼 难道我也要被感染了吗 小赛罗快走 爱心能量可以勉强阻挡一下不被感染 我传输给你 但是我的爱心能量不多 维持不了太久 剩余的只能靠小伙伴们给你爱心能量了 不一会 小伙伴们都送来了爱心能量 帮小赛罗形成了能量光照 可是 你把能量给我了 那你怎么办 别管我了 我又把能量定 你赶快走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等你找到对抗病毒的办法了 再回来救我 快走啊 我 怎么办 对不起贝利亚叔叔 都是我害了你 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小赛罗得到能量光照后 终于冲出了包围圈 而贝利亚 竟然选择牺牲自己 来救小赛罗 如果觉得贝利亚做得对 就给贝利亚扣三朵鲜花知识吧 贝利亚叔叔 是为了救我牺牲的 都怪我 都怪我 我不能辜负他的付出 贝利亚叔叔一定要等我 小赛罗怎么样 找到赛罗叔叔了吗 没有 你怎么了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都怪我太冲动了 把贝利亚叔叔害了 我一出去没多久 就被感染者包围了 是贝利亚叔叔 牺牲了自己 才救了我 我真的对不起他 小赛罗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我们现在不能随便出去了 万一被感染就完了 我们应该留在这 想办法救他们 小银河说得对 如果我们想救奥特曼叔叔他们 就必须先要保证 我们没有被感染 不然就没人去救叔叔他们了 光之国就彻底完了 你们说得对 是我冲动了 我们来想办法 怎么消灭这些病毒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口罩 听说口罩能预防被感染 虽然不能做到百分百隔绝 但也是能给我们提供 很好的保护作用 还有就是食物 咱们家里应该没有多少食物 如果不能短时间消灭病毒的话 就算没被感染 恐怕也会被饿死的 还有就是 咱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毒 也不清楚 应该使用什么方法来应对 看来还得去请教奥特曼科学家 西卡丽叔叔 咱们就祈祷西卡丽叔叔 还没有被感染吧 不然就完了 走 一起去找找 家里还有多少食物和口罩 小赛罗他们 能成功消灭病毒 解救奥特曼他们吗 咱们下期再见 这就是你们喜欢的赛罗奥特曼 他已经中了我最厉害的黑暗能量 谁都不许用红色能量幻想他 更不许相信光 请相信黑暗吧 赛罗都被打倒了 还相信光也没用了 很快光之国就是我的了 哈哈哈哈 我们没有口罩 食物也不多 只有六个汉堡和三个鸡腿 这些食物只够我们吃一天而已 看来我们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寻找口罩和食物 那咱们应该去哪 寻找口罩和食物呢 食物的话 去小麦布那里应该有 口罩就只能去药店或者医院了 走吧 咱们出去寻找物质 等等 咱们不能一块去 要留一个人在家守着 这里是咱们安全住所 暂时没有感染者 还有就是 万一有奥特曼前辈们回来 就找不着我们了 你说的对 要不小银河你在家守着吧 我跟小赛罗出去找物质 好 你们注意安全 小弟家咱们分开走 你去寻找口罩 我去寻找食物 一会在这集合 好 你小心点 注意安全 好 小赛罗与小弟家刚分开 就遇见了一只被感染的怪兽 奇怪 难道怪兽也被感染了吗 喂 怪兽 能听到我说话吗 怪兽转过身 就朝小赛罗撞来 还好小赛罗及时闪躲 不然被撞到的话 恐怕小赛罗就8比Q了 这是你先动手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完 小赛罗就直接发射一道光线 攻击既然反弹 小赛罗直接被击飞 怎么回事 既然还能反弹我的攻击 惹不起惹不起 你是大哥你了 我还是先去寻找食物吧 而此时 小迪家很快就来到了医院 一路上都没遇到感染者 正当小迪家感到奇怪时 迪家爸爸 你还好吗 我终于找到您了 你别过来 我已经被感染了 你别靠近我 爸爸 我好想您 我好害怕呀 小迪家 你要学着成长了 不要哭 你们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呀 事情是这样的 大概一个月前 这黑暗扎鸡 不知道使用了什么东西 再结合它的黑暗能量释放出来 一下子就变天了 因为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再加上事发突然 那天你们在睡觉 我和赛罗刚好在家 不对劲 快保护孩子 我们第一时间 撑起了光照保护你们 但是 黑暗扎鸡 竟然在背后脱袭 我们倒地后 赛罗就偷偷将宇宙魔方 潜回来 继续保护你们 哈哈哈哈 赛罗 你们不是很嚣张吗 中了我的黑暗能量 以后就只能替我摆布了 乖乖成为我的傀儡吧 哈哈哈哈 等你们醒来 就是一个月后了 那您怎么 跟他们不一样呢 因为在三千万年前 我原本就是黑暗奥特曼 后来我弃暗投名 才将黑暗能量 转化成光明能量 我身体的最深处 一直存在这两者融合的特殊能量 正是因为这特殊能量保护我 我才可以保持清醒 我现在将这股能量交给你 你帮我转交给西卡丽叔叔 你把他给我了 那你怎么办啊 坏兽感染后都具有攻击性 我原本是在这里守着 不让他们出去伤害他人的 但是我突然想明白了 你一定要将这股能量带给西卡丽 也许这就是解除这场危机的关键 可是 没有可是 没了这股能量 我很快就会失去神志 坏兽也很快就会冲出来 你要记住 只要还有人相信光 就一定能解除这场危机 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爸爸你真伟大 我给您送多小花花 我一定会把你变回原来的样子的 我回来 伤心的小迪迦带着能量离开了 虽然心疼迪迦 但他也明白 只有把能量带到西卡丽那里 才能真正的解救所有人 好了 等期就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小赛罗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你赶紧走 你能不能先让我进去 我就拿一点吃的就走 绝不打扰你们 快走开 没有吃的 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就是 以前你赛罗爸爸一直追着我们怪兽打 还向我们分数物给你 门都没有 快走 不是 咱们现在不是起冲突的时候 目前奥特曼和怪兽都被黑暗能量感染了 咱们应该互相帮助 一起想办法解救他们才对啊 小赛罗说的对 现在不是内红的时候 对什么对 你要是敢帮小赛罗我就把你扔出去 看什么看 还不快走 小赛罗无奈地离开了 小怪兽们不肯让他进去 他也没办法 只好去别的地方寻找食物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只被感染的怪兽 他做着一些奇怪的动作 正一步一步缓慢地向小麦步走去 怎么办 来了一只被感染的怪兽 虽然此时小布莱克王也很害怕 但却强作镇定说道 怕什么呀 你看他呆呆的样子 肯定进不来 还真是 他真的好大哦 来打我笨蛋 来啊来啊笨蛋 打我呀小笨蛋 来来来 来打我呀 太嚣张了 怪兽那瘦得有这些 怪兽一个怒 整个小麦步都遭殃了 小怪兽一看情况不得赶紧跑 怪兽哪能让这么嚣张的小家伙跑掉 朝着小布莱克王就追了上去 刚刚呆呆的样子也不见了 就像我家奶奶去超市 抢免跟鸡蛋一样 没办法 别追我了 我错了 大哥 大哥呀 熊熊你放过我吧 等怪兽走后 小赛罗赶紧回来查看情况 小贝姆斯塔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只是这里的食物恐怕是不能吃了 这个嚣张的家伙也被感染了 要不你先跟我回家吧 我们再一起商量对策 好 谢谢你小赛罗 走吧 这里不安全 先回去再说 就在这时 怪兽竟然掉了个头 又冲回来了 小贝姆斯塔并不知道 感染的怪兽可以反弹攻击 一个光线就射了出去 不要攻击它 来不及了 怪兽直接将攻击反弹 小赛罗竟然冲过去 并身卡住小贝姆斯塔 打下了攻击 小赛罗 你怎么样 都怪我 我不知道它能反弹攻击 先别管我 趁这个怪兽还待在那 咱们先回去 小赛罗为了救小贝姆斯塔受伤了 小赛罗还是这么善打 我要给小赛罗送三朵鲜花 不一会 小赛罗就带小贝姆斯塔 回到了家门 只是还没来得及进门 就晕倒了 小赛罗 你怎么晕倒了 你快醒醒 是谁在外面 我得出去看看 怎么回事 小怪兽是不是你伤害了小赛罗 怪说 对不起 是我害了小赛罗 果然是你 上次小赛罗还好心帮助你 你现在竟然能将仇报伤害他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我伤害他的 我不知道感染了怪兽能反弹攻击 小赛罗是为了帮我挡下 攻击受伤的 都怪我 原来是这样 啥也别说了 小赛罗需要爱心能量治疗 你跟我一起 给小赛罗传说爱心能量 帮小赛罗治疗伤势吧 好 小赛罗 你快点好起来 在小伙伴们的合力治疗下 过了很久 小赛罗终于站起来 谢谢大家帮我治疗 小赛罗你是因为保护我受伤的 应该是 我要谢谢你才对 小赛罗 我爸爸迪加给了我一团能量 他让我带给西卡丽叔叔 还说 这可能是解除这场危机的关键 既然有了关键能量 那咱们赶快去找西卡丽叔叔吧 对了 小银河不见了 什么 就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回来的时候他就不在了 里面也没用打到痕迹 希望他没事吧 咱们先去找西卡丽叔叔 路上看看能不能遇到小银河 小怪兽 你要跟咱们一起吗 我也没事做 我跟你们一起吧 那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走 说完小赛罗他们立刻就出发了 你们觉得小赛罗他们 能够顺利的将能量送到西卡丽那吗 好了 本期就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拖雷基亚 你给我吃了什么 我怎么变成兔子了 快把我变回去 别着急 只要你答应把我把赛罗的奥特勋章带出来给我 我就把你变回去 做梦 你个拖拉机 一天天就知道干坏事 那你以后只能是一只兔子了 我走了 拜拜 爸爸妈妈 不好了 快救救我 我是小赛罗啊 我吃了拖雷基亚的食物变成了小兔子了 你们快救救我 把我变回去啊 赛罗哥哥 这都几点了 小赛罗怎么还没放学回来啊 应该是在跟他的小伙伴一起玩吧 可能一会就回来了 赛罗哥哥 这只小兔子好奇怪啊 怎么一直围着我们转啊 他应该是想跟你玩 你跟他玩一会吧 我不太放心小赛罗 不知道这小子又跑哪条皮捣蛋去了 我去找他回来一起吃晚饭 好的 那你快去快回 爸爸 赛罗爸爸我在这儿啊 我是小赛罗啊 你等等我 你快点救我啦 你不用去学校接我了 我就在你后面啊 赛罗爸爸 你怎么听不到我说话啊 对了 快发送小爱心提醒爸爸 你这小兔子 怎么一直跟着我呢 一会我要到马路上的 马路上车来车往 对你这小家伙来说太危险了 我要去接小赛罗了 你自己快回家去吧 看来赛罗爸爸 是真的听不到我说话 这个怎么办啊 泽塔哥哥就在隔壁 我再去找泽塔哥哥试试吧 泽塔哥哥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先不要忙了 我是小赛罗啦 你能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吗 怎么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来我变成兔子以后 奥特曼都听不到我说话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 难道我一辈子都这样了吗 要我一辈子都当小兔子了吗 如果爸爸妈妈找不到我 他们应该会很难过吧 不行 我不能放弃 我去找贝利亚叔叔看看 贝利亚叔叔 曾经也是黑暗奥特曼 说不定他有办法 贝利亚叔叔 我终于找到您了 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什么满意 这只小兔子居然在说话 这年头竟然连小兔子都会说话了吗 贝利亚叔叔 您是不是能听到我说话啊 我是小赛罗啦 麻烦您快救救我 帮帮忙快点把我变回去吧 怎么回事 你是小赛罗 你怎么变成小兔子了 快跟我说说 我也不想变成小兔子 事情是这样的 下午我放学的时候 发现托雷基亚在路上卖大汉堡 卖大汉堡了 新鲜出炉的大汉堡 小赛罗要不要来一个大汉堡啊 你的汉堡那么大个 我可买不起 没事啊 这样吧 我今天免费送给你吃 真的啊 那我尝一口看看 我一时没忍住 就吃了几口 没想到下一秒 我就变成小兔子了 托雷基亚你给我吃了什么 我怎么变成兔子了 快把我变回去 别着急啊 只要你答应 帮我把赛罗的奥特勋章带出来给我 我就把你变回去 做梦 你个托拉机 一天天就知道干坏事 那你以后只能是一只兔子了 我走了 拜拜 原来是托拉机搞的鬼 应该是托雷基亚的汉堡里有黑暗能量 你吃了之后才会变成小兔子 然后 奥特曼们都听不到你说话了 小赛罗不要着急 我这有个魔法之门 可以把你变回来 你进去里面 我来开启它 你一回就能变回来了 是真的吗 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如果我能变回去 我一定要我爸爸好好感谢你 你就好好看着吧 不会让你失望的 贝利亚为小赛罗开启魔法之门后 小赛罗终于变回来了 我真的变回来了 真是太神奇了 谢谢你贝利亚叔叔 辛苦了 我把我珍藏多年的两朵八花送给你 老师感谢哈 雷德王 你老追着我干嘛呀 求求你放过我吧 谁让你爸爸老是破坏我的好事 我打不过他 只好拿你出出气了 哼 谁让你老是大坏事 要是你敢伤害我 不就喊我赛罗爸爸把你消灭 竟然敢威胁我 我最讨厌被人威胁了 给你尝尝我的新技能 陨石 坠面 小赛罗快走啊 我来替你挡战 一个陨石从天而降 直接砸在了贝利亚身上 没想到威力这么大 由于贝利亚改邪归正 导致黑暗能量都没了 根本不可能挡得下这样的攻击 贝利亚 你没事吧 贝利亚叔叔 你怎么样啊 你快醒醒啊 哼 小赛罗算你好运 没想到贝利亚会帮你挡下攻击 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贝利亚叔叔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不行 伤得太重了 得赶紧将贝利亚叔叔带回家才行 我要怎么才能把他带回家呢 有了 我就用你送我的车子 把你带回家吧 这车子还能把人缩小 真的是太方便了 小赛罗开着贝利亚送的车子 很快就回到了家里 文力乔妈妈快出来 贝利亚叔叔受重伤了 你快出来帮他治疗 爸爸妈妈你们在家吗 完了 爸爸妈妈好像都不在家 这该怎么办啊 再这么下去 贝利亚叔叔就要凉了 没办法了 我还是先给贝利亚叔叔 传说爱心能量试试吧 只是我的能量恐怕不够啊 这么下去可不行 小伙伴们请帮帮我吧 成了 贝利亚叔叔 你终于醒了 你还好吗 爸爸 你说什么 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 我的妈呀 我不是你爸爸呀 爸爸爸爸爸爸 别喊了 我还是小朋友啊 我还这么小 有个你这么大的儿子 这何事吗 贝利亚你放过我 你们在干嘛呢 你们终于回来了 爸爸妈妈 你们终于回来了 爸爸 妈妈 贝老黑 你有毛病吗 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你这样的儿子 就是啊 你岁数比我们家起来都大了 再闹还小心我消了你 爸爸妈妈 你们误会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今天被雷德王攻击了 贝利亚叔叔 为了帮我挡下攻击受了重伤 你们又不在家 我就先给他传输了爱心能量 等他醒来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像是神志不清了 跟了小朋友似的 他刚刚也喊我爸爸呢 明白了 看来单纯的靠爱心能量还不行 这样吧 你们在家看着贝利亚 我看雷德王几天没挨揍 皮又痒了 我去把雷德王那个玉米棒子 抓来问问 谁那么大胆 敢挡本大爷的去路 玉米棒子 几天不见 变得那么嚣张了吗 干了坏事 还敢大摇大摆的在这乱逛 我看你是皮痒了 得治 我弟妈啊 是赛罗 赶紧跑啊 想逃 门都没有 束手就擒慢 你跑得掉吗 你还是乖乖的 跟我回去领罪吧 赛罗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再给一次机会吧 这次能不能放过我啊 能不能放过你决定权不在我 你先把贝利亚恢复神志 等他清醒了你再问他吧 好 我的能量存在贝利亚脑里 才导致这样的 我帮他吸出来就没事了 那就赶紧的 雷德王不敢怠慢 立马开始行动 慢慢的贝利亚头上 冒出了一股灰烟 不意会贝利亚终于恢复了神志 贝利亚 叔叔你终于清醒了 我没事了 贝老大 你能不能原谅我这次啊 我真的知道错了 原谅你 你知道我多别屈吗 无缘无故喊了他们一天 爸爸妈妈 我真想把你剁了拿去喂猪 要我原谅你 也不是不可以 就看你扛不扛揍吧 我还要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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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打算